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你现在要不是逃脱的路 没想到刁爷我竟冒到这般田地 可惜无福消瘦了 不过飙也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哦 祖师下一任的继承者 刁爷就在这儿等着你了 小哥 少喝点儿 别喝了 走开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喝不喝酒还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废人 卑鄙的人是林浪天 别说这个名字 是林浪天在招数里下了黑手 一招废了你的武功 出去 小哥 我 冻儿 为什么爹会变成这样 爹明明就是最强者 天 天元静 好样的三弟 能不能回那族 就全看你的吧 他 他 废物儿子 都是他把害得我们没能回那族 你去打他 打他 胡说 我竟不是废物 你 林浪天下了黑手 恐怕 我经脉都废了 还猎什么武 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所彻底废了武功 还似乎是什么人家的天才 这些灵药在三弟也没什么用啊 不如就让给小妹妹吧 他要走 就随他去 简直放下你了 我不许你们侮辱我爹 还敢回嘴 我偏说 老子是废物 儿子也是废物 这个家伙练到现在 连通辈群一向都打不出来 把他们赶出去家 那是一个灵药的灵药 全被你们欠去了 废物你想要什么灵药 闭嘴 叔父整天酗酒 疏于管教的 只有我们来教教你了 一家子废物 你们给我闭嘴 活该一辈子被人打 还是数了吗 为什么我无论怎么努力 都还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我 真的是个废物 废物 废物的儿子也是废物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废比是灵氏宗族最为重 最重要的大会 每一次大会 都是族内年轻人 名扬天下的最佳机会 如若闯进前十 不仅有丰厚的奖励 即便是外族之人 也会被无阻碍地 升为内族之人 下一个上场的 是你儿子 全死林孝 希望他能进入前十 让我们重回到林家那座 来 东儿 爹爹要上场了 你跟着母亲 来 爹爹加油 林氏外族 林孝 爹爹加油 这小子是谁 就凭他也想打败我三爹 你们还不知道吗 那可是整个大炎郡的传奇人物 林郎天 他十岁突破脆体九重 进入地缘境 十二岁进天缘境 十五岁体内元气阴阳交态 体内结单进入原单境 天赋一柄无人可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赐教了 这小子什么态度嘛 三爹 给他这颜色瞧瞧 我爹了 小哥 还敢打着凌家的旗号 说自己是天才 外族的废物 不好 他要下黑手 邦邦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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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郎天 林郎天 不 我要变强 我不是废物 战胜林郎天 我要变强 这 这是哪儿 我的伤口 都愈合了 这 这是什么 奇怪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进到我的手里 谁啊 哥哥 清檀 你怎么来了 哥哥 凌珊那个坏蛋 今天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没事的 清檀 凌珊他们太坏了 总是一朵气少 爹爹又不肯将你练武 害得你一直打不过他们 我真的没事 你看 我都没受伤 那 真的 当然了 哥哥从来不骗你的 林莽叔叔的两个儿子太坏了 临珊野蛮 灵红狡诈 成天欺负人 其实以前 二伯和爹的关系最好了 罢了 不说了 爹今天怎么样 又喝酒了吗 嗯 没关系 我明天就去山上采点灵药 一半给爹爹恢复功力 一半给哥哥修炼 让哥哥尽快打过那个坏蛋林山 清檀真鬼 那就快点回去休息吧 嗯 清檀睡不着 哥哥陪人家玩会儿嘛 清檀要听话 你本来就是冰寒体质 身体不好 更要好好休息了 嗯 就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嘛 嗯 清檀 别闹了 嘿 嘿 我们玩捉迷藏吧 你都几岁了 别怕 那 我们比赛去走梅花庄 嘿嘿 天天黑了别出去 嘿嘿 嘿嘿 哥 你怎么这么笨 连我都抓不住 看我抓住了 不打你屁股 站住 别跑啊 清檀官 哥哥修炼了一天 很累了 好吧 那哥哥早点休息 嗯 快去睡吧 嗯 嘿嘿 我得尽快弄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 搞不清楚这件事 我今晚不睡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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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梦都能看到手里的图案 原来是块漂亮的石头 哎 这些符文是什么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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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路 叔叔 不 呀 记录! 哟 果然 竟然这光影 能打出十响都没绝 刚才我好像也催体散冲了 难道 再来 我梦游了 那光影 石想通被拳 难道是这个石符 干什么 快放手 清坦 清 离山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株赤羊草我们昨天就发现了 只是等着今天来哪儿而已 你把我们的东西给拿了 还是我过分 你不说 清坦 你还是把赤羊草给我们吧 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的 一会儿灵动内废物该赶来了 不过它来了也好 上次我们还没打过瘾啊 不许你欺负我家哥哥 他又不是你亲哥哥 你护着他干嘛呀 就是啊 快把吃羊草给我们吧 吃啊 拿来 拿去 真乖 哎哟 啊 二双爷 二双爷 哥哥 二双爷你没事吧 好啊 你这废物 几天不见胆肥了是吧 看来上次揍你揍得太轻 没长什么记性啊 零东哥 不要跟他打 吃羊草给他 我们不要了 清坦 别怕 我告诉你 今天 要 我要 人 我也要揍 那我也告诉你 今天 要我要 人 也要揍 啊 哈哈哈哈 你想打赢我 痴心妄想 哥 我们还是走吧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哎呀 哥哥 你什么时候 原来昨天晚上不是梦 脆 脆体四丑 怎么可能 前些日子 你才脆体二丑 你 你什么时候 要你管 哼 脆体四丑流怎样 废物 终究是废物 废物 看看谁才是废物 啊 呀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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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响同背拳 二少爷 你没事吧 走开 晃什么晃 竟然已经七响了 昨晚的修炼果然是真的 小子 你别笑着 退下 凌虹 哥 脆体四重 七响同背拳 不是你能挡下来的 林栋堂弟 看来藏桌许久了 小把戏 怎么入凌虹堂哥的眼 哥 这废物出言不逊 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他眼里没个天高地厚 没大没小 林栋堂弟在外打架惹事 三叔自然会训诫 轮得找你来管吗 差点忘了 三叔的武功被废 落得一身的病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力气 教训林栋堂弟了 废物 这一家子都是废物 哥 谭妹也在啊 真是越来越标致了 林山这家伙做事向来鲁莽 不过你若是需要灵药的话 只管来找我便是 赤羊草这种一品灵药 总归是太没档次了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毕竟早晚是一家人 谁和一家人 你还不知道吗 马上就是我们小辈的足笔了 等我在足笔中获胜 自会请爷爷将谭妹许与我 到时我就是一家人了 林冻堂弟 替我照顾好我未来的媳妇哦 你们这些家伙 别去 别 去他害怕 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嫁给这种魂囚 冻儿 童背拳能打出七响了 是 我也是昨天才 那很好 那很好 七响中被绝了 你觉得可赢得了林红 赢 赢不了 知道便好 六年前 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爹不希望你像我这样毁了自己 要想成为强者 就要像这儿如人 稳固根基 蓄势待发 冻儿 你天资过人 这些年是爹亏待了你 爹 刚才我打的那套掌法 你可认得 嗯 八皇掌 八皇掌乃二品武学 本想明年教你 但你进步神速 我这就教你吧 好 八皇掌 八皇掌不愧是二品武学 比通辈群强多了 等学会了 哥就教给你 嗯 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哦 哦 担心我输了足笔 你要嫁给林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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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青澹 哥不会让林红如愿的 可是 我也不想哥哥受伤 林红可是脆体七重 脆体七重又怎么样 我一定会超越他 只要我还在 就没人能把你带走 我家哥哥最好了 青澹啊 你不要总挂在 哥哥的胳膊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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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倒是听话 哦 怎么了 别碰我 你 是 是寒毒又发作了 没关系的 我人人就好 是 哥不怕了 哥这就带你回家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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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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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石符 可以吸收寒气 竟然凝结成了珠子 哥哥 寒气退了 好像是的 你觉得好点了吗 好多了 谢谢哥 傻丫头 说这些做什么 可我的寒毒越来越重 如果害得你 傻瓜 凭你这点寒毒 也能害到我 不知吹 我已经修炼出 能吸收寒毒的心法了 瞎说 连爷爷都说 我这寒毒无解 你不信 那你看好了 天灵的影帝灵灵 神仙佛族 快显灵 麻咪麻咪 你这呢 怎么样 没骗你吧 我家哥哥也太厉害了吧 静谈 这件事可别告诉别人 包括弟和娘都不要讲 好吗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哥 好看吗 当然 我的妹妹最可爱 静谈 哥绝不会让灵魂得逞的 我看你 你 我 阿 你 他 嗯 嗯 HAM 啊 嗯 嗯 嗯 原力种子 这便是脆体第六种了 你等等我 快点 猪肥马上开始了 三弟 这次怎么舍得离开你那窝棚了 二哥 就为了 伤养好了 想和小辈们过过招 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 爹 对不起 爷爷 罢了罢了 总算没等我进棺材采来 他还有脸来 今天是我林家家族祖笔之日 老夫也不多说废话 老规矩 祖笔为擂台赛 谁在台上坚持到最后 即为胜者为我林家最强巧辈 是 来比一比 哥哥 哥哥怎么还不来 好好饱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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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 这光阴完善的霸王杖 果然了得 催迪六重 不行 还不够 接招了 离山 果 果然还是哥哥厉害 可再有人与我鄙视 等等 还有我 哥哥 你怎么还不来啊 不知谭妹有何见交 不敢 我未来的媳妇好凶啊 谁要嫁给你 清谭妹妹不嫁给我 想嫁给谁呢 与你问 瞧瞧这坏脾气 我喜欢 谁稀罕你怎么想 放心 我可舍不得打你 谭妹 承让我 承让什么 我还没输呢 好了 清谭 结果已输 本次足笔胜者是 请慢 哥哥 爷爷 不知可否让孙儿一事 父亲 这不好规矩吗 足笔的规矩就是 但凡晚辈 皆有资格参加 多谢爷爷 一乱几时 怎么 三叔教训不了你 要我来 我倒想试试 灵红堂哥的身手 想取清谭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灵红堂尔竟然脆体六重了 这小子竟能与灵红队上那么多招 你居然脆体六重了 我倒是想了看你了 哼 那你再看看这个 什么 九小通背拳 十小 十小 十小又如何 凭通背拳之中给废物用的一品武学也想赢我 哼 八方掌可不是你这么用的 你也会把王掌 而且 而且比你的厉害 是不是 不可能 你不够脆体六重 不可能 脆体六重 不只是你达到了脆体七重 脆体七重 还想娶我妹妹 这么多年来 你们奚弱我爹 欺辱我和清谭 骂我和我爹是废物 哼 废物吗 我没日没夜地修炼 即使没有你们可以享受的灵药 即使没有家族武学的指导 今天我依然会超越你 祭拜你 你所有的欺压 敌仪 羞辱 我都已经尽劳 忍下 化为动力 然后 加倍 奉还 你 你 不 走 难以知心的父母 什么意义 胜负已分 本次足笔的胜者是 林孝之子 林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